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夜 惊 惊 一次艰难的勘测旅程 中间是一条不足两尺宽的小路 怕 不要的成老板 王队 你还是小心一点 一件可怕的杀人故事 男人叫小林 那女人就叫阿姐 具体石头就把阿姐给砸死了 真的会闹鬼的 一个无法实现的任务 我是阿姐 路到原有 但我找到 天巴 一段不能回头的死亡之路 天哪 他终于对我动手了 在河边的山坳里 躺着一个年轻男人的尸体 他叫程晓 究竟结果如何 请听广播剧 《沙姐桥》 其实 他们每个人都十分的清楚 他们所面对的 也许是一座 永远也走不过去的 《沙姐桥》 上一集我们说到 一时受到控制的望堆 在程晓的催眠之下 显现出了阿姐的本来面目 原来 阿姐之所以控制望堆 是想让程晓等人 帮他找到害人的鞭巴 为了离开可怕的望堆 程晓三人准备步行离开 但没想到的是 望堆居然跟了过来 那么程晓 有没有找到鞭巴 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请您继续收听广播剧 《沙姐桥》第五集 天哪 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像个影子一样跟着我们 赶不走 也甩不掉 看来 我们是生生的被他给赖上了 程晓 怎么办呢 那家伙还跟着我们呢 小程 望堆好像把马也带过来了 哼 这样也好 现在 我们游马可骑了 程晓 不会有事吧 怕什么 该面对的就要面对 该发生的就要发生 望堆 望堆 把马赶过来 是老板 这是一个六月底的夜晚 繁星点点 在头领上方不停地闪耀 马匹不须理会 自己就会平稳地在山路上徐徐而行 迎面 凉风阵阵袭来 吹得人通声舒坦 马铃响触 一面面黑幽幽的山巒 引入身后 如果在平时 程晓一定会对这样的美景 大家赞赏 但是此刻 他没有一点心情 观赏外面的风景 因为他不知道 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 更不知道身边那可怕的望堆 会带给他们 什么样的灾难 程晓 看来我们真的 去找编发了 可能是吧 万一找不到呢 找不到再说吧 真倒霉 都怪那可恶的丹增 要是他不和望堆打赌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惊天了 不过 咱们刚才对望堆的催眠 倒是真的挺管用 最起码 我们了解了阿姐的目的是找到编巴 如果咱们真找到了编巴 阿姐就会去和他清算他们之间的恩怨 那我们也都可以解脱了 那我们三个也将回到各自生活的泥潭当中继续摸爬滚打 斗天斗地 斗燃 斗命运 如果真的可以解脱 那日后我肯定会在不经意中想起在这样的深山中有三个男人曾经和一个女鬼有过一段并不浪漫的邂逅 还差点丧命于她的手中 这或许只是个梦吧 这一切让我感觉是那么不真实 哎 望堆呢 哎 又睡着了 是啊 她倒睡得舒服 可她把我们折腾得够惨的 不过 这孩子也够惨的 发生着这所有的一切 她自己竟然毫不知情 这三个人边走边聊 其实谁都知道前面的事情是未知的 是福是祸无法定论 他们想了很多种假设 但是有一个假设谁都不愿意去想 因为那对他们太残酷了 谁都不能肯定是否找得到边吧 如果打听不出她的下落 更或者她早已克死他乡 那么根据阿姐的意愿 他们三个人必须死掉其中的一个 可是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里 又有谁愿意留下来陪她 而且还是以鬼的身份 山路漫长 承晓小李和刘公的话越来越少 最后大家都不说话了 寂静的黑夜里 只剩下叮当的马铃声 孤独地回响着 如果要选择让谁死的话 我投了老刘一票 这个人平时活得并不舒服 家境艰辛 身上担子越来越重 如果阿姐选择了她 那她双眼一闭 索性一丝了之 岂不是更好 况且她生命的繁华时期已经过去了 一个老人 她对自己的余生还抱什么希望 没了 没什么了 嗯 就是她 实在太合适了 没想到许总派她来 原来是为了寂寞的阿姐 送来一个伴侣 不 不 我怎么能这么想 真是太自私了 是 我自己都怕死 别人肯定一样 包括老刘小李 谁甘心就这么死掉了 这个输家 到底会是谁呢 假如阿姐把选择权交给我们 会不会 我会不会自己动手干掉老刘 我会不会 承晓拉住了思维的缰绳 不敢再问下去了 其实 他们三个人在心里都在琢磨这个问题 只不过 每个人选择的死亡对象不一样而已 在这个生死关头 平日里的朋友情谊 一时间都不重要了 而这一点 正是阿姐能够乘虚而入的真正原因 哎 好闷 好烦啊 连头脑的活动都要受限制 真无聊 数星星吧 一颗星星 两颗星星 呸呸呸呸呸呸呸 在当地的传说中 如果人仰头数天上的星星 那么星星也在数地上的人 一具尸体 两具尸体 呸呸呸 太不吉利了 马背一起一扶 有节奏的晃动着 就像是一个摇篮 成小在那轻柔的晃动中 不知不觉睡着了 妈妈不在家 姐姐哼着小曲 温柔地摇我入睡 我又变成一个纯洁的婴儿了 我满足地躺着 不哭 不闹 除了吃奶和睡觉 我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要 宝宝 姐姐要你 陪着姐姐 陪着姐姐 做什么 姐姐不要陪 才不要陪呢 我什么都不要 去死 去死 不要 不要 承小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承小被这个奇怪的噩梦惊醒 心中说不出的恐惧 一种不祥的感觉 从心里蔓延开来 就在这时 马突然停住了脚步 刘公 城老板 是不是你们 城脚 好像是丹增他们 丹增 是你吗 是我 刘公 老板 你们快过来 是丹增 哎 他不是和扎西走了吗 怎么又会在这呢 丹增他们没走 啊 是不是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谁知道呢 咱们过去看看吧 承小打开手电筒 向前面照去 在手电筒的光环中 扎西和丹增 像两条破麻袋一样 趴握在地上 扎西 斜躺在丹增的怀里 脸上泄弱模糊 双眼紧闭 张大了嘴巴 呼呼地喘着气 看到丹增他们这副样子 承小心里 不由得多了几分快意 可在心里 更多的 还是惊恐 这可怕的妄龟 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 那么 又是谁把他们俩 弄成这个样子的 承老板 你们有药吗 快救救扎西吧 承小从达下动身之前 为了以防万一 带了不少疗伤治病的药品 他连忙下马 找出药箱 给扎西敷上了云南白药 然后扯条绷带 包扎了伤口 丹增 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呀 扎西怎么会伤成这样 老板 对不起 我和扎西 想早点赶回去 把这些意外 告诉妄队的家人 谁知道 赶到杀戒桥前 马就不走了 就像看到桥上 有什么东西似的 怎么打 就是不肯走 我看清光部队 想返回去找你们 可扎西不干 他拿衣服 把马头蒙上 非要走 结果 走到桥中间 他的马 拼命乱跳 把他扔到桥下 头撞在石头上 就成了这个样子 流了那么多血 老板 没办法 我只好 带着他们来找你了 天哪 这可怕的沙姐桥 难道 要害死所有的人吗 丹增 快把扎西扶上马 咱们赶到 昨天的宿营地 再说吧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离昨晚宿营的山坳 已经不太远了 丹增把扎西扶上马 抱着他 跟程晓他们 一起向那里走去 扎西主要受了外伤 脑震荡并不严重 植住血后 神志便清醒了 只是脸色煞白 看起来非常的虚弱 很快 几个人便到达了 前一天宿营的山坳 丹增 快去找些柴火烧火 烧点水给扎西喝 小李老刘 你们搭帐啊 火光又亮了起来 在深山的黑夜中 被这几个被恐惧 琢磨着的人们 带来了一丝温暖 忘堆呢 忘堆在哪 刚才的一阵慌乱 大家都好像忘了 这个人似的 竟没有顾及到他 听到成小的话 这才注意到忘堆 这个时候 忘堆也下了马 远远地坐在火光之外 朦胧中身紧模糊 就像一块冰冷的怪石 更像一棵枯死的大树 阿姐 在离开那座 以他命名的桥后 还在那里 留下了什么呢 丹增他们被截下来 是不是意味着 若想找到编巴 丹增这个班 也必不可缺呢 丹增 丹增 昨天你说 那个小林被抓走以后 编巴就搬了家 你知道 他去了哪里了吗 不知道老板 当初 我父亲讲这个事的时候 他没说 那你父亲呢 去世了 前年走的 火很大 水很快就烧热了 发出了嘶嘶的声响 丹增 一直不敢正眼看成小 他觉得有些惭愧 几次想要向成小道歉 但却欲言又止 成小把对忘堆催眠的经过 告诉了丹增 成老板 对不起 我和扎西 也只是想逃命 但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丹增 我一点也不怪你 真的 眼下 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 怎么找到编巴 丹增 你能帮我们吗 没问题 我去村里问问 老板 我这就去 丹增 先不着急 你先去给扎西喂点水喝 好的 成老板 我给扎西喂碗水 就去村里问 成小 见老刘和小李 已经把帐篷支好了 就吩咐他们俩 小心看护扎西 尽量不去理会忘堆 然后便起身和丹增 一起向村里走去 哟 到十点多了 村民们现在都睡了吧 应该睡了 没关系 我去叫门 老板 你别动 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 丹增嘱咐完成小 便一个人走上前去 慕名的家并没有围墙 只是在屋子附近 用石头 雷起个小小的园子 用来圈住牲口 丹增喊了几声 屋里有人答应 随即便亮起了一点微弱的光 接着 门开了 一个男人 在跟丹增交谈 过来吧 老板 听到丹增的召唤 成小走了过去 这家的主人 是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 赤着上身 面孔模糊 他喊住狗 把他们让进屋去 一盏煤油灯 蹲在屋中央的炉子上 灯光如豆 除了这一方炉子 四下里黑咕隆咚的 看不真切 丹增从主人手里 接过长长的一条东西 横摆在成小的腿上 老板 吃 成小 仔细一看 那是一整条生牛腿 上面插了一把 一尺多长的刀 不不不不不 这家伙 我可对付不了 老板 吃嘛 别客气 不用管我 丹增 你去跟他谈正事 丹增和那个男人围在灯下 小声地嘀咕着 不时重复着编巴这个名字 几杯酥油茶喝下去 丹增终于站了起来 老板 我们走吧 哦 谢谢你 打扰了 再见 走出屋门 成小急忙向丹增询问结果 哎 怎么样 问出来没有 编巴在哪呢 他不知道老板 他说 他不知道编巴搬到哪里去了 那我们 岂不是全完了 丹增 那别人呢 我们去别的家 打听打听 没用的 老板 他是村子里 年龄最大的人了 他不知道的事情 别人更不清楚的 天哪 这可怎么办 除了卡嘎的村民 这世上 恐怕再没有人知道 编巴的下落了 难道我们三个人 非要死一个不成 编巴 这个逼得人的意思 一疯的混蛋 你到底去了哪里了 老刘和小李 在营地守着扎西 见成小他们回来 赶忙站了起来 哎 怎么样 打听出来没有 哦 村里的人都睡了 明天再说吧 那 那我们今天晚上怎么过呀 万一 万一 我们睡着以后 望堆发作起来 那我们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呀 我想过了 今天晚上 小李 老刘 丹增和我 我们四个人 轮流值班 每个人盯两个小时 看紧汪堆 一旦有什么不对劲 马上喊醒别人 老刘 你说怎么样 行 最好就是这样 那谁第一个值班呢 我第一个 两个小时以后 小李接班 接下来是丹增 然后刘工 你是最后一个 好 听了成小的话 老刘 小李和丹增 各自回帐篷睡觉了 成小一个人坐在了火堆旁 远处的望堆 依然保持着不变的姿势 呆坐着 一动不动 草原的夜 说不出的寂静 天空中 繁星闪耀 和煦的风 吹得人昏昏欲睡 成小在火堆边 默默地坐着 疲倦的感觉 一点一点地 侵蚀着她的身体 慢慢地 她闭上了眼睛 猛然间 一只大手捂住了 她的嘴巴 一股呛人的苏油气味 钻进了她的鼻孔 是 是放堆 她要整死我 天哪 她 她终于对我动手了 第二天早晨 天空晴朗如洗 在河边的山坳里 躺着一个年轻男人的尸体 她叫成小 没有人知道 在她的身上 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更没有人知道 她们中间 谁会是下一个成小 其实 她们每个人都十分地清楚 她们所面对的 也许是一座 永远也走不过去的 沙姐桥 joins我来自行 我来自行 我来自行 你 你 我来自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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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